又给大家带来逃车的小故事啊 今天的逃车报告呢 我们来看一辆七年车龄 跑了9.8万公里的E300 顶配的E300的运动款 这台车呢 是我们的一位老客户逃的 他之前在我们这边买了一辆宝马X5 那台车啊 开了两年的时间 反正就越开越不太喜欢 他总觉得应该再买一台轿车 在手里面开一开 而就在我们这位客户 动了换车念想的时候啊 他无意之中 坐了朋友的一台车 那台车什么都一般啊 唯独带了一个座椅通风 让他非常的满意 就是因为座椅通风 这种给后背和屁股 带来的这种非常凉爽的感觉 让我们的这位老客户决定 他要逃一台带座椅通风的车 这个是最高的要求 除了奔驰翼呢 我们的这位老客户 还考虑了宝马5系 还有像大众灰腾 这些车子呢 要么跟他是同级别 要么现在也是同价位 但是5系可能太普通了 而灰腾呢 可能后续的这种配件的供应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保证啊 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呢 他最终还是锁定了奔驰的翼 其实无论是奔驰翼也好 还是灰腾也好 还是5系也好 因为通风座椅这个选项在啊 这个限制比较的死 所以我们只能去看最高配的车型 在最初的方案当中呢 他定的是一辆奔驰E400 就是这一代的E400啊 但是这个车子非常非常少 我记得诺诺开业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 应该就成交过一台E400的车型 在上海地区E400的车员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难度非常的高 而如果放到E300这个级别上 你还想要通风座椅的话 其实你也只能去看它的最高配啊 就是我们这个头枕后头带屏幕的这种配置 但其实这个逃车的难度并不比E400来的小多少啊 保有料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的这台车呢 你看现在外观的橙色保持的非常好啊 但是它的里程数有9.8万公里 主驾驶的使用痕迹会稍微严重一些明显一些 因为它毕竟是用打孔皮嘛 它是坐垫上是有一些褶皱的 但是没有磨损的痕迹 而后排还有副驾驶的这个橙色要好很多 刚才我也看了里面的那个桃木的试板啊 上面的这个划痕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这台车它的内外橙色 这块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它到店之后 我们给它列了一个17个项目的维修形态 这些维修项目啊 我必须得读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你可以看啊 绝大多数的这个项目都是普通的这种保养 客户基本上是把全车的这种耗材啊 都给换了个遍 比如说像皮带轮系啊 变速箱油啊 制动液啊 转向助力油 后差速汽油 冷却液 火花塞这些都给换掉了 然后补充了一些 有些丢失的 或者说是损坏的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后排娱乐的这个遥控器 还有像什么近期软管啊 还有什么平衡感吊管啊 总而言之 都是一些非常常见的维修项目 维修费用呢 单项来说都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17项累在一起 还是相当可观的 之所以能列出这么多的维修项目呢 其实是跟我们客户自己的一个用车习惯有关啊 就是他希望自己的车况尽可能能完美 拿到手之后 可以安心的服役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台车 但凡可能下手的地方 他都直接下手了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 就是你染上什么样的毛病都可以 但是尽量不要染上完美屁这个毛病 因为这个毛病真的是太费钱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